女儿抱着心爱的狗狗非常开心 然而,女儿的笑容有多灿烂 妈妈的心里就有多痛苦 因为她得了绝症 最多只能活两个月 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女儿的笑脸 妈妈告诉女儿小美 狗狗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年 对主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过客 但对狗狗来说,主人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小美很受触动 和狗狗约定要永远有耐心 有爱心地对待彼此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离不弃 永远在一起 不久后,妈妈去世 小美受不了打击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狗狗每天守在床前 乌叶着求她起床吃东西 在狗狗的陪伴下 小美慢慢振作起来 然而,因为卧床太久 她的脖子僵硬,不能转动 来到学校,被全班同学嘲笑不说 还被青梅竹马小帅嫌弃 放学后,小美和狗狗去海边散步 碰到一个钓鱼的老人 老人告诉小美 她的狗狗并不是流浪狗 而是小美的妈妈临死前求老头卖给她的 小美撒开狗声 让狗狗去找她的妈妈 但狗狗却紧紧地跟着小美 狗狗不离不弃 小美很高兴 妈妈死后 这是她第一次露出笑容 到了晚上 小美叫狗狗玩游戏 狗狗很聪明 很快便掌握了技巧 她趁着小美不注意 突然发令 小美下意识扭头 哎,脖子竟然好了 医院看不好的病 竟然被狗狗治好了 这让身为医生的老爸很是尴尬 在狗狗的陪伴下 小美开朗起来 逐渐走出了 失去母亲的悲伤 然而 好景不长 这天 老爸把小美叫到跟前 告诉她说 因为工作调动 他们要搬到外地 那里的公寓 不准养狗 小美必须和狗狗分开 虽然不舍 但这次调动 是爸爸一直以来的梦想 小美只得把狗狗 托付给小帅照顾 并承诺 一有空就回来看狗狗 分别的站台上 狗狗紧紧追着火车 久久不愿离去 小美违背了 不离不弃的约定 哭得很伤心 虽然住进了高级公寓 但小美却开心不起来 没了狗狗的陪伴 爸爸又忙于应酬 她的性格 变得愈发孤僻 但狗狗何尝不是如此呢 小帅忙于练习 很少陪她 只能把她拴在门口 孤苦伶仃